张宝胜他的特异功能 是真的还是假的 要怎么样能够知道呢 当然要把他送到一个507所 这个实验室来做实验 来验证看看张宝胜 他的特异功能是否是真的 是这个实验是507所 真正去执行的实验 而且听说他们经过这个实验以后 证实了这个结果 证实了 所以说他们后来还获得 他们国防科技的重大科技 二等奖章 表示是真的有这么一回事 至少他们的研究所是这样认为的 那他当初做的实验是什么实验呢 很简单 你刚刚有没有看到 这里头是一个玻璃罐 对 那里头很多这种小的这种玻璃方块 那这个玻璃方块 每一个是5公里乘以5公里乘以1.5公里 这么一个大小 然后呢 他外面用这个玻璃罐封住 然后这个玻璃罐当然有个开口 开口这边也是压扁密封的 然后他的开口 最多只能到0.4公里这么大 也就是说完全没有什么缝隙 你根本没有办法从里面拿东西出来 应该正常的情况下 根本不可能拿出来对不对 可是根据507研究所的实验 张宝胜居然可以突破空间 真的吗 对 直接把它抖出来 他可以把它抖出来 他就这样一直抖 他手拿着罐子这样抖啊抖啊 这样慢慢抖... 突然之间就掉出来了 你知道这三颗是后来掉出来的 那三颗是另外在掉出来的 这很神奇对 但隔着玻璃他居然可以 他怎么把它弄出来了 物质在玻璃当中还可以转移 当时在现场有收声 也有科学人在旁边证实 所以说他照理来说 他应该不可能作假 除非有人跟他串通 所以呢当时这个实验结果出来之后 就让大家非常讶异 他后来外面特地用做这个玻璃框 把它框住 表明这三颗是张宝胜 把它从这罐子里头弄出来的东西 所以这个实验 已经让人家觉得不可思议了 对不对 接下来这个实验更不可思议了 这是一张一角的纸币 这个纸币它号码 我们大家知道纸币号码是不可能相同 它一定是单独的号码 然后他将这张纸币用两块有机玻璃压在中间 然后还用粘胶粘住 用几十公斤的重力把它压了 那完全就固定在里面了 而且为了防止作弊 当然第一个 在后面有数位条码这边 他还做了隐藏的暗号 另外呢 你要知道粘胶粘上去的时候 不是都有随机的那种粘胶的梗基图样吗 对 他还拍照纯正哦 表示说根本不可能有人作假 只要作假马上会被发现 就你知道吗 张宝胜就这样拿起玻璃这样 抖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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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手指一划你知道这个纸币被他撕破 这是他撕破的痕迹 夹在两块玻璃中的纸币 他居然能够手指一划就把它撕破 怎么可能 更不可思议的是 后来你看这么重压这么紧密年结的 他居然这样手这样揉搓揉搓揉搓 突然就可以扯出一脚出来 他把纸币的一脚扯出来了 还可以从两个玻璃道路扯出来 这如果说不是突破空间的话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要不然就是有人跟他一起串通了 这个真的是难以用科学去解释的东西 我们就觉得很奇怪说 507研究所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 其他是航太医学工程研究所 目的是干什么呢 其实就是要培养这些特异功能的人士 因为当时 就包括以前有个两代一新之父 叫钱学生记不记得 当时他就主张就说 如果说人类真的有特异功能的话 那大陆当时有十亿人口 那如果每一百个人里头有特异功能 那就一千万个特异功能 这么多了 特异功能部队了对不对 但是我们说到这些特异功能 中国大陆十三亿的人口 有这么多人会特异功能 但国外呢 国外也有 德国有一个万磁王啊 德国竟然真的有一个马果拉 你知道吗 55岁比我更大一样 他竟然可以用念力 来克服地心引力 什么 这么厉害 光看他脑袋上面 我跟你讲 那不是粘上去 不是贴上去的 特效 是吸起来的 你说他用头吸起来 用头吸起来 而且 怎么可能 你现在看画面上 我跟你讲 他竟然可以两只手把两个锅分别 左手右手 也吸起来了 吸起来之后还 你说在枪的时候 他的手还不会 锅还不会掉下去 锅子不会掉下去 这神啊 什么厉害 你这样子讲的话 大力刚刚 你手上一定有机关 里面可能有黏着机关 对啊 你看到画面上有机关吗 那我跟你讲 这个我用眼睛是看不出来 对不对 可是 你再看这下面的画面 哇 他竟然用脑袋 就把 不管是锅子 杯子 这种东西 他全部都能够吸上来 连塑胶碗 盘子 等一下 他都能够 用额头吸上来 你说铁的话 是因为有磁力吸得住 塑胶 磁力又吸不住 怎么会吸起来呢 对啊 你还是那句话吗 你用念力吗 这怎么可能 好 你不相信是不是 好 我给你撒爽生粉 也是废子粉 在两只手上 然后头上 我通通变滑了 对 我看你还死什么万磁王 死不来了 你死不出来了吗 对不对 我告诉你 他手上撒了以后 照样吸 拿起来 这么厉害 还是可以 哇 那太神了 对不对 好 那这样好了 那个测试者 更狠心了 你给我戴手套 结果戴了手套 还是照样 可以吸得起来 哇 所以 看到的人 都相信说 哇 马果拉真的是有特异功能了 对不对 好 那你心里就要 我们就想说 你费这么大劲 去练习 这是干嘛的 对不对 马果拉自己讲 他说 其实 我也不是 天生就会特异功能 我是自我训练出来了 他以前 念书的时候 成绩非常好 书读得非常好 那他要激发他的潜力 去练这个东西的原因 就是说 他相信 他用他自己的潜能 能够战胜 战胜什么 战胜用念力 是可以击败 击败物质的那种定律的 他认为 人的特质里面 是具备有这样的潜能 可以发挥出来的 但是说到了头 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你知道吗 我告诉你 50年前就有一个魔术大师 叫做Rondy 朗迪 他开了100万美金的代价 只要你经过 朗迪特异功能基金会的认证 你真的具有特异功能的话 就可以拿到100万美金 不少钱 相当于3000万台币 他练到今年 我跟你讲 他可以说是工程 我跟你讲 可是这朗迪基金会的100万 到现在没人领走 那他应该可以领得到 马果拉今年就是要去挑战 朗迪魔术基金会 他能不能成功呢 我们拭目以待 朗迪基金会的 这个100万的基金 是否马果拉可以领得到呢 但台湾王力宏 今天有个大新闻 就是他的情感有所归宿了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王力宏他在谈恋爱的 这个过程当中 怎么好像跟他导演的电影情节 有些神似呢 我们休息一下 来揭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